大家好 那么我们看到第一先谈这样的谈中国足球吧 就大的方面先谈 那么就是新的那个周学主管 就是说把那个忠诚全都免掉 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了 实际上就是说基本上采取一种 就是说巨大的 巨大的这个改革的措施吧 重大的举措吧或者是说 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说 我们看到里面有一些细的东西 我们可以精英就是稍微做些解析 然后呢我们再谈生花的这个情况 那么实际上从这么多年来 我们也看到必然话题涉及到 李伟峰有一个视频 就是他的这个就是 陈述啊应该是客观的 也是事实的 也就是说呢就是说 你们有劳工法保护 我们足球俱乐部没有劳工法保护 对不对实际上就是个本质问题 你们前行拿了白条 说我已经拿到这样 这个是很很不堪的 这个是很很无聊的这种情况 发生在中国足球学会 领导的这个中超俱乐部啊 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用推理来说 所以中国足球 这个是原本是一个管理科学 技术性很强的一个管理机构 或者是一个足球学会 已经被很多这种社会一种不良的东西 蚕食了 这种蚕食是积累 然后呢最后就是恒大 你人家韩国有一个情人就讲 发工资乱发几百万几百万就奖金啊 我讲错了 不是发工资啊 发奖金 您求就是了 结果这个钱不是他的 是借来的 这是很糟糕的情况 对吧 我们应该正视这些问题 那么我们看到 李伟峰谈的什么 这是很严谨的 那么我们就作为一艘球员来解析 我作为一个球员 我从小付出 付出不算 家长要支持 我从小要投入到很多 甚至影响我的学习 影响到我今后的生活 我的职业发展 我球员 作为球员 我奉献了很多 我的学习拉掉了 对吧 学习就跟不上了 那么我以后 维生的手段是什么 所以足球球员 拿一点高薪是可以 但是我讲的拿高薪 千万不要理解 拿一千万 拿借来的钱去拿高薪啊 不要修正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陈述的观点 你们这个是修正主义 很可怕的 拿点高薪 是为保证他今后 有一些比较安稳的生活 并不是他高枕无忧了 所以这个制定 足球球员的收入 是要有一个科学性的 这个以后慢慢谈 我们足球协会 是不是具备这些东西 我看不具备 具备这些东西 你今天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就谈到几个问题 就是一个是韩国球员讲述 一个是李伟峰的 李伟峰讲的 至少是一个是客观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这种能会 社会的负面东西 为什么涉及到足球 我们也许从文化上考虑这个问题 为什么 我们必须纠正 富裕就等于正确 我讲过澳洲 人家说澳洲生活很好 人家就马上 澳洲科学很先进 我说不对的 富裕生活不等于你科学领先 我跟我一些好朋友谈到这个问题 他们也同意我这个观点了 当然是默认了 或者是 所以现在的问题来了 足球球员能够这样踢球奉献 然后呢欠薪打白条 然后还能转会展 离开深圳足球俱乐部 这是一种什么现象 是我们足球管理者 把原则的东西 就让给社会说 所谓有钱 有钱不是正确 现在我们人类在进步 社会在发展 足球专业 也在跟着社会发展来发展 对不对 你富裕是正确 有钱就是富裕吗 有钱富裕的就是正确吗 你看有一个给电影演员开光的骗子 那个深圳前面一个就是骗子 拿两个手指头再转来上去 所以这都是匪夷所思的 我们的管理者 包括我们的教练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接受一个球队 你的尊严在哪里 你说我是为了深圳足球 我去接球队 当球员发生这种情况 球员是对你的感情付出 很可悲的 那么我们再延续 我也是球员出身 当他拿不到年薪 欠薪 然后打了一张白条 你让他转会了以后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为什么要自认倒霉 自认牺牲 当我有机会了 我会怎么做 我要报复这种手动 我要把我应该 原来应该得到的 我应该拿回来吧 甲球奉行 甲球 很容易提的 赌球也可以 所以一个管理 科学的管理机制 你是要赌筛这种漏洞的 所以把足球让给 所谓是富豪 特别是私有企业 这个是教训 以后还会做吗 现在泰山也发生这种情况 这个情况我们就讲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讲到足球协会 把忠诚全都那个 我认为这个是不通不扬 你既然要解除 之物就是不用通知的 我们要先把你暂时解除 所以两个词汇啊 对中国足球改革未来 我们基本上可以做出一个判定 判断或者界定 很难 你要解除就是下达界限 因为有问题就是解除 再另聘 你不用打招呼 我们暂时解除 暂时解除就是一个很温柔的解除法 很温柔的改革方式 可能中国足球不是要温柔的方式 是要大道阔府的 也许可以存在说 你不否彻底否定的话 你可能今后要改革很难 可以啊 打进世界杯可以 全都规划全都用出来 只有一个守门员 两个守门员是我们自己的 你也可以打进世界杯 是不是这样走 这是我的判断 不一定全都正确 那么话转到那个 生花队今天晚上比赛 国安呢 在星期二星期三 就是一周两赛的时候 输给了深圳 那么大家有一些微词 这些东西我没有看 我们不能界定 就是说对他怎么评价 主要是呢 生花呢 今年开始呢 有一些变化 就是在就是超霸杯 然后呢 一些热身赛 然后在第三轮 第四轮打比赛 我们都看了 他现在四轮比赛以外 今天应该晚上 好像第五轮第六轮了 对吧 那么他的比赛打的来说呢 他有一些变化是怎么的 我从我的个人理解 因为生花队 我还是跟踪的 因为原来上海没有生花 是上海队嘛 对吧 职业的就是 就是专业足球这时代 那么我们看到了生花呢 实际上十几年 他把所有的技术东西都踢完了 说实话 这是我的理解 因为从比赛来说 我讲过二八四 两个前锋 八个防守 你想想看 你就转出去的 那个叫什么 球员 现在带山东队也好 带其他队也好 没有什么建设 就是就是抢球的球员 所以我们在我在以前的视频中 我们看世界杯也讲过 会踢球吧 会踢球 你不能说他不会踢球 他基本功也有一点 但是这个球员在球长上没有特点的 没有创造性的 就像这些抢球会的 传球也会的 这种传球都是不是致命的 不是关键的 包括后卫 你说他也会防守 对吧 你防守了踢踢人 惨人不是惨球 我讲的惨球惨人 我都会要提一下 所以生化的变化呢 我认为是从技术层面上 他有变化 从他的这个细节过程来看 包括他们讲到特斯拉 那么前教练也讲到了 什么踢甲球 这个我就问问很无聊 你作为主教练 以前你带过的 你现在说人家踢甲球 你当时俱乐部 你怎么管你的 你不否认自己吗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从重 从刚才讲到李伟峰的事件 到中国足球的就是 终成一些通知 展示全都解聘 然后呢 这到这个足球教练 说以前的 可想而知 我们的专业管理 都是专业出身 你讲这种话 你当时为什么 你主教练 你为什么 你没有没有没有那个 实施那个 具体的那个行为 或者改纠正吗 所以这些东西不能谈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过去了 我认为不恰当谈这些东西 你把足球内部管理的矛盾 拿到这里来吗 拿到工作场合来吗 没意思了 那么你 你有没有谈到 你是怎么被 中国足球 中国生活足球 应聘或者解聘的呢 这些东西不能谈的 这是内部管理机制 对吧 我们主要谈什么呢 今天的比赛 我们期待 就是说 那个踢甲球也好 你讲人家踢甲球 我认为 可能会涉及法律纠纷 这个甲球 你作为教练 你讲出来的话 涉及可能 你这种讲话 你可不能 你是管理第一线啊 你讲可能啊 yes or no 所以这个涉及到 你这个科学性的 你一个逻辑性啊 你作为一种教练 你说是可能 这个就没法解释了 这个 我们就撇开 那么从那个生花 跟国安来说呢 国安输出掉球以后呢 我们已经对那个 国安几个球员 有一些界定了 国安这次球队 是不能忽略的 我们讲过了 那么张希泽的年龄 也在成长 年龄成长就是老化了 他已经35岁了 大概 那么还有呢 就是张玉宁 从我们看 判断张玉宁回来的时候 对他有一些关注 这些关注呢 因为主要是他有一些 在海外踢球的一种经历 或者一种风格 现在来看呢 他已经基本上落化了 落化 我们不能讲废了 你讲废了 这个就是 对人家一直羞辱嘛 那他实际上 在中国足球联赛里面 没什么提高 说实话 有两个原因 我们就讲过了 包括武雷在西班牙 第一年他踢得很好 凌空啊 这几个进球相当好了 结果当人家熟悉你以后 可能你就要创新了 你没有创新的话 就是比较落化了 对吧 张玉宁也存在的问题 当然前两年回来的时候 大家对他有一些 比较关注比较多 这两年看来呢 当然呢 这是大家对你熟悉的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呢 可能 你身体也发福了 对吧 你的创新也不够嘛 对吧 最关键的 这个中国联赛的踢法 说实话 我不大共为 我就讲过这个问题 你更好对替 你应该赢不了你多了 你更差对去你也赢不了人家 你就说说那个新西兰 新加坡就是这个回事嘛 对不对 人家好对吧 你说 你不能说人家是好对啊 所以你这个问题 大家都是要认定问题 所以足球这个东西 它是讲究科学的 这个科学的特征是什么 它不断进入变化 就是说 你为什么能不断创新变化 你要有基本功 扎实的基本技术 我讲过的就像学乐理一样 对吧 你弹琴 那么瞎弹就可以了 没问题 但是你没有 无限谱也不认识了 乐理也不懂了 那你不可能创新了 写出来的曲子 不是轻松的 你就是地道战 那你怎么办 这些我当我讲话 就比较 比较就是 加一点点的 就是修饰了 对吧 不是这个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们看 今天晚上的比赛 对参化队来说 是一个挑战 强队的本色是怎么样呢 我认为还是体现在技术上面 因为今年呢 我可能对参化也比较关注 上岗两支球队 因为我初中在上海 对吧 国安我也会关注 现在泰山队 什么有欠薪了 什么股转股 你不要转股了 你球队好好扎实 搞几年吧 对吧 蛮好的就是 打过冠军啊 什么中超 双冠军 都是买来的 你所以 不要投入很多 这个主席改革啊 就涉及到那个 就是新的这个班子 你改革怎么改啊 现新 该拿多少钱 咱们有一个科学界定 对不对 要帮助 可以帮助你 人家都是这样搞来的 澳洲主席 06年开始 新的澳超 一个俱乐部规定 只能给150万澳币 你去好好学吧 考夫的报告 好好去看看 如果要帮助 你来找我 真的 人家能改革 我们不能改革 我们比人家文化 历史悠久 都比人家聪明 航天飞船 怎么天天上面 火箭到处到处 天天每个星期 可以发射 技术比我们澳大利亚 先进多了 主要是在你自己要学习 摆正态度 拿了年薪 结果全世界来的 这个是韩国球员 在恒大踢球的时候说的 所以今天晚上 主要看什么呢 深花看技术 国安队 我为他的担忧 担什么忧呢 就是球员啊 没有新的球员了 新的球员不堪重 就是我讲的 我们是不是在机制上 机制上是指国家队 实际上我们俱乐部也这样 我讲过了 深花队也好 海港队也好 国安队也好 台山队也好 30岁的 同样位置 27岁有没有 34岁 35岁还在提中尉 你31岁的中尉有没有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看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既然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就要解决措施 现在人提出来 我们要反思 你现在还在反思 当然了 我不是批评李伟峰了 反思是什么 是上层的 具体实施啊 要改变 不是反思了 要具体实施了 你30年反思啊 那时候他们 你们踢球是00年 已经20多年了 对吧 踢的那打白条 欠了心啊 离开深圳对啊 这是一本血内脏啊 对不对啊 所以这些问题 我们都要看到 在生花也好 海港也好 现在是国企养着你们 不是因为国企有钱 你就能乱花钱 乱花钱以后是什么 什么时候人家跑掉了 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买了50万美元 跑到罗马尼亚去了 什么 这些都是我们管理啊 你这个支出 你怎么支出的 流水账怎么支出的 对吧 俱乐部是谁说了算啊 你要负责任的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我就今天再谈一下 我估计呢 生花对今天这个挑战呢 就是能 应该这场球 应该说有所期待 很难界定这个球 好看不好看 说实话 你说海港队对那个 国安队踢的 咱们比赛还不错的 对不对 打比赛 那么我想呢 一周两赛的时候 是为国家队让位嘛 六月份马上就是 打那个就是跟泰国打了 是吧 那么这 这些比赛的多看一下 基本上就界定 国家队的组成 什么样的形式就可以了 今天谈的比较琐碎 没有什么细节问题 就谈几个大的 就是 足球发生的 就是中国足球界 发生的一些问题 就是 借助一下 聊一下 就没有什么观点的 比赛呢 可以看看 但是呢 古迹呢 就是说 大家都是 国安队呢 要扭转 就是脱离这个 第一阶 就是第一阶梯的这个队伍了 你要有些 有些纠正啊 要有些 就一些那个 你要拿出来一点东西 那么还有呢 就是第五轮的比赛呢 对于 对所有的球队 都是一个考量 特别是五轮以后 到十轮 因为第一阶段呢 体能储配已经完成了 基本上消耗体能了以后呢 五轮比赛 基本上是第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呢 我们就看到 第十轮的比赛 六到十 这个五轮比赛 基本上看出 球队的体能储配 是不是消耗了科学 或者消耗了带劲 或者是消耗了已经一半 这个都看得出了 或者是调整得非常好 六轮比赛打得很光鲜 一直到第十轮 不断进取 不断进步 这我们也祝贺他 任何球队 不是祝贺什么 我喜欢这个队 就球队 看到其他球队 就是给人家抹黑 没必要 我们尊重足球嘛 任何好的足球 我们都要赞赏 对不对 这个技术什么 技术足球 好了 完了 我们下期再见